死追 死追 景仪边跑边寻 边喊着死追的名字 声音有些极限 在云深部之处 景仪便经常违背家规 喧哗 狂语 急行 不在话下 此时她只想着早点见到死追 早些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 所以她更加顾不上 什么家规家训的 在景仪的心目中 韩公军一直是飘逸出尘 仙气十足的 闲侠时捧疏观摩 逢乱时拔剑出山 独来独往 一言一行 皆零零不可犯 可自从魏前辈被现实归来后 韩公军这一清冷的形象 不知不觉中便被颠覆了 魏前辈不但可以自由地出入境市 与韩公军朝夕相处 如影随形 还把韩公军请到了这望线港来 为其作证了 这些如果还不算什么 那最近韩公军为他做饭 买花 风才居然还为他梳头 炸发带 足以让景仪瞠目结舌了 难道魏前辈真如传言中所说 用什么办法蛊惑了韩公军了 当景仪在窝连殿里 感受到二人之间流露出来的那种 无法言说的微妙感觉时 更是加剧了他这一想法 所以他现在急切地寻找私追 便是想要求证一番 早秋的晨曦之中 蓝私追正在树林中的一片空空之地练剑 剑气惊鸿 还在他的四周 似游龙般自在穿梭 走了 我帮你梳头去 景仪跑向私追 开门见山就是这么一句话 也不等私追回他 拉着他就往住处走去 景仪 你是被罚钞加规了吗 是不是抄得有点累 抄糊涂了 私追反拉住景仪 停下了脚步 伸手去探了探他的额头温度 我没有 景仪甩开私追的手 问道 你觉得我帮你梳头正常吗 有什么不正常 偶尔帮一下也是可以的 可是明明就不对啊 景仪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停了一会儿忽然说 感觉不对 什么感觉不对 景仪把方才见到的那一幕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私追 私追听后 哑然失笑 果然是后知后觉知 我看你是家规超多了 超傻了 以后若要罚 应该请韩光君 把你抄一些画本故事 让你开开窍 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景仪见他这副模样 便追问他 什么事 韩光君和魏前辈的事 他们能有什么事 景仪 有些事实际到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现在你只需记住 魏前辈 他与韩光君而言 是一个特别的人 私追不再开玩笑 正色道 蓝私追的眼神 不觉飘向了 卧帘电的方向 那里面的两个人 与他而言 都是特别的人 小时候在乱葬岗 他经常看见 魏英一个人 独自坐在树上吹笛 虽然听不懂 但魏英忧伤的表情 他记住了 那曲子 慢慢的 也熟完于心了 在云深部之处 他经常看见 韩光君一人 独自面对着 一些东西 静坐 如画像 清新灵 兔子 天子笑等 一坐 就是很长时间 韩光君 还经常带他到 遗陵 云梦去 有些事 当时不太明白 长大后 串起来 则细细回味 才知各种深意 尤其是魏英回来后 二人相处时 眼角眉梢 都是藏也藏不住的笑意 以及鼻子间 那默契十足的 一举一动 却又四肢体会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 定是不同寻常的 四肢以为 一切恩怨纠葛落幕后 会听到他们二人 确定关系的消息 然而 左等右等 等来的却是 魏英离开云深部之处 韩光君开始魂不守舍 魏英回到了云深部之处 韩光君依然抽眉不窄 魏英离开了云深部之处 韩光君也移居至汪县岗 此后 二人相处 势比以往更加亲密 但却迟迟未能传出 四肢所期盼的消息 如果说有人盼着他们 尽快修成正果 四肢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云梦码头 南站和魏英抵达时 已是四时 可码头依旧热闹非凡 小摊一个挨着一个 叫卖声接连不断 人头攒动 不少人且买且聊 且吃且玩 魏英很快便融入了这片繁华 不管是不是相识之人 他却笑呵呵地与人招呼着 南站被他拉着手 一路小跑着 以便跟上他的步伐 南站 你吃过芝麻焦切糖吗 又香又碎又酥 关键是不会太甜 适合你吃 来尝尝 魏英在说话间 已经买下了一小盒 芝麻焦切糖 随后取了一块 递到南站的嘴边 要让它尝一尝 大庭拱众之下 南站稍有迟疑 但还是浅笑着张开了嘴 轻轻咬了一口 怎么样 好吃吗 不会腻吧 好吃 不腻 南站看着一直偏着头 注视着他的某人 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这汤不太甜 却依然甜到了我的心里 不只是因为 是你递给我吃的 最主要的是 如今你回到云梦后的心情 变得如此之好 看着你开心 我便欢喜 南站 你看 这是我小时候玩的纸鸢 怎么样 好看吧 晚一点风起的时候 我带你一起玩 如何 威英转头看向南站 一脸期待 见他笑而不语 便撒娇道 韩光君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太不压制了 太不难事了 无妨 我陪你 威英这才开心的笑了 南站稷掏出钱袋 上前买下了一个纸鸢 两人逛着逛着 不觉到了五十 虽然一路上 鸽子的肚子 已被威英 塞下了不少小时 可正餐 还是要吃的 威英可不想 那么早回莲花屋 寻江城 他便拉着南站 往云梦酒楼走去 南站 走 我请你吃云梦 最大的菜 好